院长,我告诉你,一直以来,我们所有的研究计划,你们的预算很多,但是因为你们是专业机构,大家都不会去质疑,但是我知道你们的问题很多。 我再举一个例子,你们现在已经向行政院建议说要修正公务员服务法第13条跟第14条的条文,要增列学术研究或科技机构研究人员,为因应科技移转需要,经服务机关核准者得以其专业兼任国营或盈利事业机构, 或团体的董事监察员或咨询委员,你知道你这个门一开,问题会有多大吗? 今天,你们所有的研究技术会因为这样子,如果他用他的专业去兼任国营事业或盈利事业或是团体的董监事,很自然,他第一时间,他的一个研究技术的移转,一定以那个单位为主。 那为什么是我们现在在帮他们训练人员吗?帮他们去做这个样的研究计划,然后由他们的团体或事业机构,去做一个优先取得的动作,有这么好吗? 这个问题很大耶,你们居然提出这个修正 而且居然说,全聚部已采纳本院的建议,拟据修正条文 然后,可能现在1月13号已经送考试院审议了,是通过后再送大院审议 院长,院长啊 我想这个内容,内容可能为没有,手上没有资料 这是你给我们的资料啊 对,那个只是简单的报告,但是真正,真正送到这个行政院审议的这个内容相当多啦,就牵涉到利益工夫 相当多,你今天截取的重点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我们希望 对不对,这是不是你截取的重点嘛 对,重点就是 对啊 你截取的重点,今天我们看到,如果你要写这样子的东西给我们 这也是你们业务概况所写的 如果写这个东西,你知道会引发多少的问题吗 你知道会有多少的问题吗 现在角力开始了 如果等待通过之后,我告诉你,早就已经都安排好了 院长,院长,这是你写给我们的 不过全世界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教授,其实为了,为了这个科技移转,都是朝这个方向在做 我告诉你要有配套 对,就是要,就是有配套 要有配套 我今天所讲的,你今天对于大院,你今天业务概况,你写的这么的笼统,你居然直接就把它丢出来 你尊重立法院吗 你尊重教委会吗 你自己讲说,这个东西里面还有很大,很多的问题,都是在里面的很厚的资料当中 对不起,这个真正提出来的不是中央研究院,是全序部要,行政院要提到这个立法院 我告诉你,我没有黑白黏耶,我没有黑白黏耶,本院,成像行政院建议,本院不是你中央研究院吗? 所以我们有建议这一方面的内容 对啊,你还说不是你提出来的 但是提出的单位不是 当然不是你们提出的啊,问题是不是你们,问题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你们中央研究院,是不是 不是 这全序部 所以我告诉你,欢迎你现在就想说,欢迎我就来报个个耶,反正我都是专业机构,反正我是专业研究人员,你立法委员也没办法做什么处理 我想不是这样子 这是不是你写的 这是不是你们业务概况里面所写的 是啊,那你还说不是你们 那当然不是你们提出啊,当然是全序部到时候提出啊 但这是不是你们建议,你没有建议他怎么可能提出这个 对,我们是针对这个研究人员受到的 所以,没有,任长,我是跟你提醒啊,如果到时候没有把所有的配套弄好 我告诉你,到时候问题很大 如果你认为,反正现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已经超过四分之三 所以他们一定通过,我告诉你就大错特错 你那边要参加了啦,所有国民党的委员没那么好大啦 这个下去,有多少的利益纠葛 这个下去,有多少的问题会存在 如果是像你们这么简单就把它写出来 如果不是成熟的东西,不要欧白色啦 院长是给你提醒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